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大家收看浸大中医在线 提到更年期 很多人都会把心烦气躁 情绪失控 揭施底里等负面的字眼标签在中年妇女身上 令她们饱受困扰 究竟更年期是否如大家所形容的一样 中医又有什么调护的方法呢 中医如何调护女性更年期呢 今天很荣幸请到张春莹教授和大家分享 张佳神你好 女性一般多少岁会踏入更年期的 其实女性更年期就是指她在一生发展当中 没有一个特定的年龄段 我们每一个女性从出生之后 就进入儿童期 接着到青春期 再进入一个生育期 然后就踏入了更年期 最后就进入老年期 所以更年期就是突指中间 大概是45岁到55岁这个年龄段 那是否每位女性踏入更年期 都会有些不舒服的症状出现呢 很多人的心目当中 更年期已经变成一个病态的代名词 其实不是的 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女性 她是可以完全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 很自然很安然地去过渡更年期的 当然都有三分之二的女性 她或多或少 或轻或重 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 那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因素 会引起这些不适的症状呢 那之所以会出现更年期的症状呢 其实跟她个人的体质 她的生育的情况 她有没有慢性的基础疾病 她既往生活的一个规律性 她对情绪一向的调节能力 甚至她长期的睡眠状态 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还有一些外围的因素 譬如说她的家庭的关系是否和谐 她的工作当中是否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甚至她一个努力劳动的紧张程度 都会影响到她的症状的发生 不明白 那一般女性更年期 会有什么症状出现的? 女性更年期的症状呢 其实她涉及的层面是很多的 可以说从头到脚 从外到内 从身体到情绪呢 都会发生变化的 那情绪方面呢 很大的一个改变呢 就是处于一种移激野的状态 就是小小野 她可能已经很繁草不安 要么就很低落很沮丧很想哭 那从身体的层面来说呢 在外在被人看得到的呢 其实首先就是一个潮熱出汗 就是她无端端坐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 她突然间就有一个热郎冲上的面 整个面就红了 接着就飙汗了 甚至严重的那些呢 头发尾都湿了 那另外就有一些皮肤的改变 就是皮肤变得干燥啊 或者是暗牙啊 甚至容易过敏 就是以前可能吃很多食物没问题的 但是到了更年期的时候 一个芒果一只虾 可能就令到她的皮肤产生过敏的了 那这些是外在的 人家看得到的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内在的 就是心腹只有自己知道的 就有一些从头到脚的症状了 那头呢 就可以有一些头重啊 头脏啊 嚴重那些呢 就会有头痛 头云 是 那到眼睛呢 就会有一些眼睛的光洁啦 疲劳啦 甚至有些人有耳鸣啦 那到了面部呢 就很多时候 很多更年期的女性 她会发觉一早起床 她就面浮眼肿的状态 是 再往下呢 到了喉咙这一部分呢 就会有一些人会有一种耳脈感 就是整天觉得有东西卡住喉咙 吐又吐不出 吞又吞不下 这些东西呢 她又说不出是什么 有时可能是一些痰来的 是 那再向下呢 就可能有一些空门啦 空矮啦 心芳心跪啦 到中间这一部分呢 就消化系统呢 就很多人会觉得到了这个年纪 她就很容易饱饱饱饱饱 稍微吃点东西呢 就很饱饱了 严重那些呢 就会有一些胃酸倒流的 是 排便方面呢 一起就很容易肚饿 一起就很容易便秘 是 那接着到下半身呢 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些腰酸背痛啦 或者是室关子的酸軟武力 甚至小腿的臭筋 其实是很辛苦的 那这些外人看起来 好像好人好借 其实她身体上就承受了 很多很多的变化 那出现这些症状有没有说有些特别的时间性和规律性呢 是 其实呢 很少有人会含一声突然间所有的症状都出现的 其实大部分人呢 她的出现症状呢 就是三三两两出现 还有我们通常观察到呢 其实普遍来说呢 是有一些先驱的症状的 就是有三个先驱的症状呢 其实可以作为一个讯号 提醒更年期的女性 我是不是要打理一下自己的身体 那这三个先驱的症状呢 第一个呢就是潮移速学 刚才我们说的 就算在冷气的环境里面 很安静的状态下 她都会发作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睡眠的改变 就是有些人可能她以前睡觉是很好的 突然间变得很难日睡 容易醒了 或者她原本的睡眠状态 其实是不好的 现在就更加差了 是 第三个就是情绪的改变了 就是处于一种小小事就可以点爆她 或者就可以令到她很低落的 通常如果真的踏入了这个年龄 45到55岁 又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症状呢 就提醒我们要注意调理身体 那女性更年期的症状一出现呢 是不是就要立即去看医生呢 是 这个就要看看 如果她更年期出现的症状 比较严重呢 而且是持续出现的 影响到她的工作和生活的 我们就建议及时就医的 但是如果她只是出现一些 刚才说的三个先驱症状 又是间断地出现的 又不是说真的太严重的 其实我们是建议呢 可以做一个自我生活的一个调整的 是的 当出现这些先驱症状 有些什么收获调整可以自己做到的呢 最重要的一个调整呢 就是睡眠的时间了 是 因为今年期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症状 它背后的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阴阳调节的能力下降了 那我们说晚上12点钟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阴和阳交界的时间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交界的时间休息呢 其实相对来说呢 我们对阴阳调节的能力就会提高了 那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其次呢就是一个饮食的调整的了 其实很多到了今年期的女性 她很自然呢 她就会想到想控制体重的 不过呢 而且她在这个年纪呢 她整个深层代謝慢了 其实是不那么容易做得到的 那临床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女性呢 就用一些很极端的方式 就是譬如说完全是戒断了的米饭啊 煮食啊 或者是用大量的蔬菜果汁去代餐 其实这些方法都很相脾胃的 脾胃一旦伤了之后呢 反而会引发出更加多的症状 所以我们说减重呢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 最重要六个字 管住嘴 卖开腿 是的 这个管住嘴呢 其实就是 换言之我们到了这个年纪 深层代謝慢了呢 我们就要注意 不要每一餐都吃得那么饱足 尤其重要的一点呢 是晚餐 因为现代人呢 真是很晚收工啊 香港人 可能日头都在街上吃 晚上才回到家吃呢 就会吃得很饱足 很丰盛的 是 有夜吃呢 其实这个时候呢 吃下去的食物呢 是很难转为营养物质 补充到我们的血气的 反而会堆积成一些代謝的产物 在身体里面 就令到体重增加 甚至呢 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的 所以其实总体来说呢 是没有那么复杂的 我们只要专程一个原则 每一餐不要吃得太饱 以及适当控制夜晚的份量 就是总体的结构呢 是倒三角形的 早餐中午可以正常地进食 到夜晚的餐呢 就减少的份量 另外呢 就尽量均衡 就是每一天的结构当中呢 有一个碳水化合物 又有蔬菜 另外有肉食 有蛋白质的补充就可以了 那张教授刚刚都提到呢 要管住醉 卖开腿 那在运动上 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呢 是 这一点呢 真的很想给大家一个提醒的 因为很多更年期的女性 她有一个误区的 她觉得我可能运动 运动越剧烈 花费的时间越长 可能就越能控制到体重 其实到了这个年纪呢 我们是不建议做一些 太过剧烈的运动的 尤其呢 不建议在晚刻去做一些 大寒淋漓的 游戏的运动 因为这些做法呢 在中央来说 都是很消耗氧气的 当氧气消耗了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阴阳的调节能力 只会更加下降了 其实都没有同样 都不是一件复杂的事 你可以选择上班的路程 有一段用代步来代替车程 或者如果你实在 日头都没有时间运动 其实晚上吃完饭之后 出去半个小时到九个字的散步 其实都是有效的 最关键最重要的是 持之以恒 所以到了今年期这个阶段 我们要将运动 作为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去坚持就可以了 那其实是否在家做一些 拼手拼脚就可以了 其实如果真的没有条件 出户外做活动 在家做一些拉筋的动作都可以的 不过那个时间 就起码差不多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还有最重要是要坚持 其实是可以的 明白 在生活习惯上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面对女性更年期有这么多症状 中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疗法可以治疗到呢 中医通常对更年期的症状的治疗 主要是内服中药和针灸 尤其是一些比较环固性的失眠 其实如果配合针灸 它会缩短治疗的疗程 我们会发觉其实很多更年期的女性 她一旦睡眠的状态改善了 她很多的症状就会随之而改善的 刚刚提到针灸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穴位 女性可以自己去按下 自我调节去缓解到一些症状的呢 是 我们通常说更年期这个时期的女性 其实是真的挺辛苦的 上有老下有小 可能工作又很繁忙 其实她未必真的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去自己按摩一些穴位 我们就介绍一些简单的方法给大家 其实可以选择一个穴位肤铁的方法 就是晚上睡觉前 我们将一个小的胶部仔 大概手指抹面那么大的一个胶部仔 黏在一些特定的穴位上面 早上在身边坐牠就可以了 通常我们就会选用一些印堂 就是头上的就是印堂太阳穴 手上就可以选择神门 脑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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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简单的这几个穴位 其实它如果这样来操作 它就有一定的坐眠的作用 可以舒缓情绪 甚至可以帮助在睡眠的状态当中 你能够睡得软一点 这个方法就比较简单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有没有什么建议药线或者食疗可以给大家 可以推介两个药线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金针菜 金针菜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忘忧草 是 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舒缓情绪的作用 是 因为如果情绪的一个失控 其实会令到金针器的女性 无论在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都会很受困扰的 可以用来炒鸡蛋或者炒辣肠辣肉 甚至煲汤都可以的 可以煲鸡汤的 不过金针菜它稍微有点偏凉的 所以如果脾胃比较偏寒的 其实炒菜的时候可以加些胡椒粉或者姜葱 如果煲汤就可以加些姜和红棗一起煲 而且它对一些容易便秘的女性 其实它有一个协助排便的作用 另外一款都简单的 可以介绍大家用红莓缸和果皮来烤水喝 我每一次大概用10到15粒的红莓缸加果皮 就这样用肺水烤就可以了 红莓缸它一方面有一个补血的作用 另一方面它可以舒缓更年期的女性 它有一些尿道不适的症状 很多更年期的女性会面临一个困境 其实它又不是尿道炎 它不是小便痛或者小便有血泻 这么严重的尿道炎 但它有一种类似尿道炎的不适 经常说很容易急尿 每一次去便便排尿不畅的状态 而红莓缸就有这个作用 帮助它舒畅地排尿 果皮本身有一个省慧的作用 又有一个梳缸的作用 两个加上一起烤 便会令到人情绪安定 排尿又顺畅 多谢梓掌教授 今年期是每个女性必经之路 先不要怕去 只要正确认识 并且加强中医的调护 自然可以轻松过渡 今天多谢张教授 为我们提供专业宝贵意见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这个问题其实都是很多 今年期的女性求疹中医 提出的一个愿望来的 其实我们说理论上来说 在今年期45岁到55岁 这个年龄之间收经 都是正常的 不过我们中国人的平均收经年龄 大概是49岁 在临场上我们发现 其实是否收经和她出现 今年期症状的严重程度 其实不是完全是一个正相关的 我们会见到有一部分女性 她的月经还是很正常很规律的来 但是她已经有很严重的 今年期的症状 有一些女性 她可能已经停经一到两年了 她是很安然很自然的 去过渡这个阶段 完全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的 条理的最焦点 其实不是月经 而是提高身体的调治能力 让我们身体有更加好的 去调治阴阳平衡的能力 去过渡这个阶段